12月5日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在北京举办了纪念世界人权宣言 发表75周年国际研讨会 亚洲 非洲 拉美 欧洲各国和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的高级别官员 以及驻华使节专家学者 民间组织代表等出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开幕式并做主旨发言 深入宣介习近平主席关于人权问题的重要论述 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丰富内涵 以及关于全球人权治理的立场主张 各方在研讨会上围绕促进经济社会 文化权力 人权发展道路 全球人权治理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就心形势下改革完善全球人权治理的路径 发表真知灼见 研讨会发表的北京宣言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共识 为推进世界人权事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中方愿意举办此次研讨会为契机 同科方已到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加强人权对话与合作 深化交流互建 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 以安全守护人权 以发展促进人权 以合作推进人权 共同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发展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